有的病人常常會問我說 欸 我的臉上有9招很長的時間了 那我的醫生也有幫我檢查 發現說 我臉上 乳型蠻常數量有大量增加 我也擦了這個沙乳型蠻常的藥膏 但是為什麼我的臉紅 沒什麼劑部呢 好 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林正賢醫師 每個禮拜呢 我們都會發布有關皮膚疾病 還有醫學美容的相關訊息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麼在上一集呢 我跟人家談過 9招四個重要的類型 那麼在這一集呢 我們就要來跟人家談談 為什麼會產生臉紅 因為你要治療9招的臉紅 你就要先了解它是怎麼產生的 事實上9招臉紅的原因非常複雜 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談 那第一個要談的就是 血管活性的不正常 我們知道其實我們 我們一般正常的人呢 也會臉紅 我們在緊張啦 開心的時候啦 笑的時候啦 害羞的時候啦 我們臉也都可能會發紅 那紅呢 是因為我們血管擴張 我們的血管 處在一個充血的狀態 一般在我們的情緒或是緊張的心情 比較穩定之後呢 我們這臉紅很快就退掉了 那9招的患者就不太一樣囉 9招的患者 他才曬到太陽 或是他情緒比較興奮 比較開心 或是大笑大哭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神經的敏感度會比較高 那神經呢 就會傳遞一些訊號給血管 造成血管過度的擴張 那另外呢 神經本身也會分泌一些化學物質 所以神經跟血管合併的影響 是造成臉紅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這種紅白型的9招呢 常常會跟我們所謂的敏感肌 或是過敏肌 常常會搞混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敏感肌 或是過敏肌的話 請看我們之前錄的影片 那第二個9招臉紅的因素 就是所謂的乳形蠻蟲 乳形蠻蟲呢 是我們皮膚上的一個寄生蟲 它其實平常的數量很少 我們人體的免疫系統 既無法把它完全消滅 但是它的數量也不會大量的增加 它就住在我們的皮膚上面 跟我們人類相安無事 所以大部分的成年人的臉上 幾乎都有乳形蠻蟲的存在 只是它的數量非常少 但是呢 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因為身體一些其他疾病的因素啦 他必須要服用一些 或者是說他可能會擦了一些 有壓抑免疫系統的一些藥膏 包括像類固醇的藥膏等等 造成我們局部免疫力的降低 或者是說有些人是因為體質的因素 或者一些不明原因導致這個乳形蠻蟲的數量 大量增加 那這個大量增加的乳形蠻蟲呢 它會引起我們身體的一個發炎反應 什麼叫發炎反應 大家應該都有受傷過吧 我們受傷的時候 傷口是不是都紅紅的 這個紅紅的傷口呢 其實就是一種發炎反應在進行 只是說呢 一般我們傷口有癒合的一天 只要這個傷口癒合了之後呢 你這個傷口紅的情形很快就退掉了 可是這個大量增生的乳形蠻蟲 它是一直長期存在你的臉上 如果你沒有用好的方法 把這個蟲的數量給降低的話 就會不斷的讓我們的皮膚一直發炎下去 所以你的臉紅的情形呢 就會一直存在 那這個一直存在的發炎反應呢 就會導致我們的血管 長期處於充血的狀態 也就是你臨床上看到的 酒糟臉紅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酒糟患的 他臉紅不會退的原因之一 那麼關於乳形蠻蟲 如果你還不太了解的話 歡迎附起我們前面的兩部片子 一個是有關乳形蠻蟲症 那另外一個是談到有關 酒糟跟乳形蠻蟲之間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常常被忽略 但是也是造成 酒糟臉紅的一個重道的原因 也就是我們皮膚的保護功能受損了 那我們目前認為說 這個乳形蠻蟲大量存在 有可能長期引起皮膚的發炎反應 進一步導致血管的擴張 也就是造成臉紅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乳形蠻蟲的食物來源 是我們的油脂 還有我們的表皮細胞 所以呢 它會像餐飽飽一樣 不斷的啃食我們的表皮細胞 這也是我們表皮脹臂破損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這也一部分解釋了說 為什麼酒糟的患者 他的皮膚特別的敏感 很容易受到一些外在風吹啦 溫度的變化啦 長生這個臉部敏感的問題 因為他的表皮脹臂是破損的 那最後一個因素就是所謂體質的因素 為什麼一般人臉上的乳形蠻蠻蠻數量 是比較少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他的乳形蠻蠻數量 會大量增加 這就跟體質有關係 還有有些人體質上 他的神經跟血管 對於外界的敏感度就特別的高 那體質的因素 也是造成酒糟連紅的原因之一 那以上呢 就是我針對為什麼會產生酒糟連紅的 一個簡單的整理 但是事實上呢 隨著針對酒糟的研究 越來越多 我們發現說啊 引起酒糟的原因 比你想像中還要複雜 那麼我們人人呢 也會針對這些複雜的因素 發明更多的藥物 來對抗這些致病激轉 有的病人常常會問我說 欸 我的臉上有酒糟很長的時間了 那我的醫生也有幫我檢查 發現說我臉上 乳形蠻蠻蠻蠻數量有大量增加 我也擦了這個 殺乳形蠻蠻蠻蠻的藥膏 但是為什麼我的臉紅 沒什麼進步呢 或者是說我的臉紅有進步 但是進步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它就有一個瓶頸 就不再往前 臉紅並沒有完全退掉 那麼我們剛剛有提到 事實上引起酒糟的原因非常多 那麼每個人每個因素的共生度 其實不太一樣 譬如說有的患者 他乳形蠻蠻蠻的角色非常重要 他可能乳形蠻蠻蠻的因素 佔了九成的原因 那其他的血管 神經的因素佔了非常少 如果你是屬於這一類的患者 那麼你只要把乳形的數量給降低 讓你的症狀 就幾乎可以改成九成以上 你的外觀上看 幾乎就是接近正常的一個皮膚 反過來說 雖然你的乳形蠻蠻蠻的數量有增加 當然是乳形蠻蠻蠻蠻在你整個 產生你九招的病因裡面 真的假設非常少 假設可能只有三成 那麼你把這個乳形蠻蠻蠻數量給降低之後呢 你的臉只會改善一部分 也就是你臨床上看到 他治療上會有一個瓶頸 你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呢 他的紅就不再進一步的改善 因為你還有其他神經 血管 表皮 臟臂的因素 還有免疫功能 發炎反應的因素 你沒有完全去解決它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合併其他的治療方式 或是585的黃雷射 可以去處理這個血管的問題 讓你的血管進一步收縮 讓血管的活性更穩定 你的臉紅的情形 才會更進一步的改善 同樣的道理 有些人表皮脹壁的破損 他佔的角色非常的重 他的皮膚非常的敏感 對於外界的一些刺激 很容易有很強烈癢或痛的一個感覺 這個時候呢 你除了正規的腰無失療之外 你還要加上皮膚的修復 只有保湿跟修復的工作做好 這類九招患者的臉紅 才能有更大的一個進步 那麼以上就是我針對 為什麼會產生九招臉紅 以及為什麼你的九招臉紅 在治療上會有瓶頸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整理 那麼在下一集的節目呢 我會針對如何治療九招臉紅 做一個更詳細的說明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按讚、訂閱 並開啟我們右下角的小鈴鐺 那這個大量增加的 那這個大量增加的 那這個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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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大量增加的 那這個大量增加的